1169集 天意如刀 一股无上威严的气息 自每颗星辰的深处复苏 当这股力量开始复苏之时 所有星辰之上的各种灾害 刹那间被平息 无数的道德星辰神恋 横跨星域 将所有的星辰链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把庞大到难以形容的巨大神兵 这一把神兵模样为刀 通体透明 似存在于过去与未来之间 气息缥缈无比 散发出撕裂星河的锋芒 只是刚刚一出现 整片星域的灵气都在沸腾 欢呼 只是此时 这把巨大的神兵有缺 刀尖部分明显是虚幻不真实 没有其余刀身那般可怕 整多大阵 足足被毁掉了32颗星辰 失去这些阵机之后 大阵星辰之上的无数功法手段有缺 微能下降 可就算是威力下降 一般的大能面对这样的一击 也是有死无生 正多星域被阴家先祖利用阵法化为自身小事件 这个野心不可谓不大 一旦让其成功 实力必将是更胜以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阴家先祖就是这一座星域之中的天道意志 天意如刀 这是大阵最强的功法手段 全盛时期的大阵足以镇杀半盛之尊 开始了 这就是以阴家先祖的一小部分意志 掌控的最强功法手段 各位不要藏着掖着了 不要抱有侥幸 一个不慎 所有人都会死 无以兴站在原本 黄泉星所在的星空之上 抬头看向了远处 那几乎横跨了数颗星辰距离的庞大神兵 眼神之中也是出现了震动之色 毕竟这可是周天星辰大阵建立以来 第一次展露锋芒 在这样的威视之下 所有各大宗门世家的家主们 都是感觉到了一阵窒息 以亿万众生死期为祭品 应无上天君王降临 祭灭宗举宗上下皆在此 一座古老的祭坛正是漂浮在星空之上 这一座祭坛高三万三千尺 直径十万丈 庞大无比 祭坛通体暗红 祭坛之上有着一条条粗大的裂缝 似即将崩溃散发着浓郁的血腥气味 如同整座祭坛被一碗生灵之血浸泡过 翁 在祭灭宗举宗上下所有门人的注视下 祭坛爆发出了一圈圈暗红色的涟漪 向着四周扩散 这种扩散恐怖无比锁过之处 直接应声盛在星空之中 开辟出来一座小世界 无数的血肉不断地在暗红色涟漪锁过之处形成 海量的死气从整座星域之中被沟洞 无尽的死气化为液体 注入到这一座新生的小世界之中 是谁打扰我的沉睡 当小世界不断扩张 硬生生开辟出来一座血肉世界时 自不知名的地方 响起了一道未安的声音 无数的血肉与死气 在小世界的中心汇聚 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十万丈的巨大肉球 刺了 一道爪子自肉球之中探出 而后一尊魔神自其中钻了出来 这一尊魔神体型伟岸 周身起息每一个呼吸都在不断地攀升 只是片刻就达到大能者的地步 这一尊魔神浑身起息邪恶无比 身高八万丈 浑身上下布满细密的鳞片 头身仰角 面目俊美无比 但是一对暗红色的毛子中却是无尽的杀戮与疯狂 古老强大的存在 根据远古的契约 纪灭宗需要您的帮助 纪灭宗的宗主 有些小心翼翼地说着 全然没有半点的不敬 嗯 明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手了 是需要干掉这些人类吗 这尊魔神巨大的眼睛 太像无一星等人露出宁笑 古老强大的存在 纪灭宗需要您的力量 击溃这座大阵 我纪灭宗愿意十颗星辰之上的生灵为血石 纪灭宗的宗主也被这一尊魔神的话吓了一大跳 急忙指向远处若隐若现 气息越来越强的天刀开口说道 真是可惜啊 这些可都是不错的血石 那么如你所愿 这尊魔神伸出了满是道次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有些惋惜 其余之人则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向着纪灭宗宗主投去不善的眼神 这他们要是被自己的盟友给干掉了 那可真是冤枉 哦 我到底沉睡了多久 这座大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魔神有些蒙圈 看着远处那长度达到了数颗星辰的天刀 眼神之中闪过忌惮 这笔活貌似不是很好接 老祖宗 开始吧 鹰家所有人都是心疼的滴血 海量的资源就这样没了 但是没有办法 七宗八十家底蕴太过深厚 除了利用大阵之外 鹰家没有别的底蕴 可以说是稳胜七宗八十家的 天意如刀 斩 鹰家老祖宗浑身蹦射出了滔天的气血 整个人身体内传出了一阵阵骨骼爆鸣 苍老的脸庞之上 沟壳消失不见 松弛的皮肤恢复光泽 整个人拔高了一头 化为了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此时鹰家老祖 凌孔而立 阵盘之上 漂浮着黄泉星之上的所有的情况 轻轻地向着阵盘之上的黄泉星所在异点 原本静力不动的天刀瞬间彻底复苏 惊天的刀气直接散发出了万物凋零的寂灭气息 惊天的刀气只是稍微一散 就搅动星河 空间大片大片地破碎 虚无风暴横扫八方 这柄天刀巨大无比 当这柄天刀动起来的时候 确实让人心惊 躲不过 闪不了 在此星语范围之内 只能够被动地硬扛 无论在星语之中的何处 天刀呼吸间就会出现 不斩出一刀绝对不回 这是来自灵魂的一个人 最为本质的生命气息的锁定 无法用其余的方法躲过 只能够硬扛 扛过身 扛不过死 天刀破碎虚空 自虚空之中缓缓地探出刀尖 刀身紧接着浮现 携带着整片星语的意志 悍然斩下 天意如刀 这是圣人的手段 该死的 见到这一刀之后 体型伟岸的魔神有些怂了 但是又不得不出手 因为自身已经被这柄天刀锁定了 他话自在 魔神怒吼 身形刹那间一分为二 两尊都是真实的 实力完全相同 轰 魔神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防是防不住的 只能够以功为首 两团如同星辰般庞大的爪子 散发出了九游地狱的气息 撕裂天空 硬生生地迎上天刀 与其碰撞在一起 可怕的余波刹那间爆发 瞬间席卷八荒 让离得近的星辰 都有些摇摇欲坠 机遇炸裂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